好 祝福大家一生平安 命苦迷上 从西乡 古风跟白端部落联合设计 在鸣枪起伏后 骑牢带领展开剂枪已逝 并象征性上山狩猎 当狩猎完回到部落后 猎人围着猎物进行跨公宴 跨公宴的意思是说你打到几只 就是刚才我们用母语讲的 航放几只系列几只那种的 也感谢上天给我们的祖先 给我们那么多的粮食 就是那个打类的东西 每年四到五夜是布农族群 传承传统文化 举行设计的季节 左西乡古风村的古风跟白端部落 因为临近同时生活习惯相仿 在协会承办下特别联合举行 小米在成长当中肩膀好了 在四月五月 那个时候在举行 男人去打类 准备要用在四月份的季节 女孩子在家里一方面做事情 一方面酿酒 部落传统设计点 花蓮县富北国中学生在 布农族老师的带领解说下 特别观摩学习 部落这样子老人家在一起这样很热闹 也可以让小朋友学习到那些 而是我们最善大的 祖先的文化 最直接最有震撼力就是参与色尔记 布农族大概很多的祭典 银儿记什么什么 但是最有震撼力最能够让布农族的精神展现出来就是色尔记 年度盛世传统设计族人一一呈现 祭枪 狩猎 色鹿儿 祭兽骨 爆炸弓等传统计流程 祈祷希望部落年轻人都能参与 学习传承部落的传统文化 年度盛世传统设计采访报道